关注体育 每日更新 欢迎订阅TT娱乐 晚上22点 韩聪哥发了一段视频 假期说结束就结束了 聪同组合正式恢复训练 韩聪哥与隋文静手牵手滑冰 动作还是那么的便宜 莫名有点撒狗粮的感觉 隋文静 韩聪不在一起 真的是让粉丝们无法接受啊 隋文静尝试做学霸 假期结束心情舒畅 假期结束 对于聪同组合来说 又是新的忙碌 隋文静发了一张照片 让粉丝们猜一下自己在干什么 有的说上网课 有的说在接受采访 有的说在录节目 但是文静没有公布答案 有粉丝看到隋文静桌上的书 正是李娜的独自登场 粉丝们也希望隋文静尽快出书 因为之前隋文静在上网课 有粉丝留言 要和隋文静一样成为学霸 隋文静则风趣地回答道 我要做一个尝试性学霸 文静热情地回答大家的问题 假期结束恢复训练 看来心情非常好 冰场就是文静的快乐家园 韩聪哥迷之自信 滑冰短道速滑我全行 开心的不只是文静 再次在冰上牵手文静 韩聪哥不仅发视频 还发了短文 滑冰短道速滑我觉得都行 除了冰上在地上也很厉害 韩聪哥迷之自信 难道是忘了前两天 在冰壶场上站不住的字节了 现在的冲筒组合 隋文静是绝对的火车头 韩聪哥看着文静一步步长大 同时也是看着韩聪哥 一点点的老去 韩聪哥越来越想牵文静的手 文静却越来越想自己飞 冲筒组合成功有道 不服输的精神是关键 冲筒组合在身体素质 并不出色的情况 他们取得的成绩 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师父身学 赵洪博 韩聪隋文静的成功源自 他们内心不服输的精神 两个人先后出现重大伤病 只要有一个选择放弃不练了 也就没有北京冬奥会上的金牌 尤其是隋文静这边 从来都是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性格 平常冬奥会上的失误 让他们错失金牌 两个人相拥而弃的画面 让粉丝们泪目 四年一个轮回 冲筒组合又一次战胜了伤病 也战胜了自己 这样的精神 值得我们去学习 米兰再见冲筒组合绽放 冲筒组合的师父 深血赵洪博 他们拿到奥运会冠军的时候 深血老师已经32岁了 赵洪博老师也37岁了 相比较还不到30岁的冲筒组合 他们已经把目标定到了 夏季奥运会米兰冬奥会 四年又是一个开始 冲筒组合已经恢复训练 他们也正式起航 希望他们保持好状态 四年后再看到他们续血辉煌 晚上23点 忙碌了一天的隋文静 回复网友们的留言 北京冲奥会短道速滑 混合激励冠军范可欣给统妹留言 统妹直接回复姐 想你了 幸亏都是女运动员 不然韩聪哥要吃醋了 所有的聪筒粉丝也要吃醋了 有网友想看 随文静穿的衣服全身照 统妹立马附上照片 真的是对于粉丝要求 都是有求必应 聪筒组合默契度测试 结果是毫无默契度 聪筒组合进行了一次默契度测试 赛场上默契配合的两个人 面对同一个问题 会有怎样的答案 冰场上谁摔的最多 韩聪选择了随文静 随文静选择了韩聪哥 借不介意被称为老队员 韩聪哥选择了不介意 文静直接选择了 我不是老队员 休息的时候最喜欢干什么 韩聪哥选择宅在家里 文静选择了出去玩 这一个选择还是符合预期的 真实的韩聪哥是什么样子 韩聪哥选择了行男 随文静则打了一个大大的插号 提问者不禁问两人是搭档吗 两个人回答我们是搭档 但答案谁要跟他 他一样 平昌度测会的眼泪 那一刻感动无数人 平昌度浪会是冲筒组合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就已经成为了争冠热门 但是比赛前一刻出了状况 随文静的脚已经硬力性骨折 这使得最后比赛中的随文静 难免出现了失误 也使得冲筒组合 以0.46分错失金牌 在领奖台的冲筒二人 看到肆意庆祝的冠军 两个人相拥而弃 那次他们拥抱了很长时间 韩聪哥和文静 都流下了失落的眼泪 拥抱过后的二人擦干眼泪 挥手向观众致谢 那时他们早已按下决心 下一届冬奥会 一定会把失去的金牌拿回来 聪筒组合默契只在场上 场下他们是相反的两人 聪筒组合上面说了 场下几乎没有默契度 但是到了冰场上 两个人会默契十足 其实这也是性格使然 随文静非常的活泼 社交能力非常强 不论是采访中 与刚认识的明星 还是与冰雪运动的同场 随文静都能做到自来熟 与钟义打羽毛球 交鼓爱玲滑冰 没有随文静出不了的人 韩聪哥恰恰相反 场下非常的文静 过去的聪哥比较严厉 现在的聪哥像个慈父 岁月改变不了两个人的脾气性格 却把两个人磨合得刚刚好 场下没有默契的聪筒 却是粉丝眼里最合适的一对 接触于 生活需要动静组合 两个活泼的人放在一块 缺少一个主心骨 聪筒组合就是动静组合 活泼的文静成长为主心骨 安静的聪哥甘愿座 撑起它的大树 下一个四年 让我们继续看聪筒组合上演精彩 期待他们实现冬奥会 未免的目标 加油 聪筒 大树 高明